男子開心掉蝦 沒想到下一秒加熱器突然爆炸 火光瞬間炸開 宛如變成一顆火球 男子的膝蓋當場被炸傷 慢動作再看一次 男子丟下幼兒準備掉蝦 沒想到下方的加熱器爆炸 火光爆成一團宛如煙火 現場煙霧狂窜 男子嚇得趕緊站起來 用手遮住眼睛 而一旁的民眾也趕緊捂住耳朵 表情相當驚恐 回到事發現場 可以看到大人帶著小朋友 沒有開心掉蝦 而造成爆炸的兇手 就是這一根被固定在蝦池旁邊的加熱器 可是他的加熱器他沒有放到水裡 然後他放在那個池邊 然後就打開電源 然後造成他在那邊空燒 受傷的男子相當不滿 控訴店家事發後態度相當差 只給一張50塊的折價券 我只是一點朋友通 我沒什麼事 我今天只是很生氣的是他的態度 對 他那個處理態度 而且如果今天不是我 潑在各個釣蝦側台 讓他覺得事態嚴重 他今天絕對不會主動說 他要非常好 面對指控 業者也有話要說 我們在爆炸瞬間的當下 當事人 我們有請求 有跟我們的釣蝦 跟他賜上我們最大的歉意 那送上他一斤蝦 再看一次驚恐瞬間 加熱器突然爆炸變火球 不只造成顧客受傷 也炸出掉蝦腸隱藏的公安危機 記者林中正 林立軍桃園報導 來點搭 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三、四、六、五層